中央社记者许志为台北二三日电,学者赴陆活动陆续传出争议,立法院教委会今天通过临时提案,要求教育部检讨各公立大专校院教育人员赴大陆从事学术交流的审核规范,三个月内提书面报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邀请教育部长吴茂坤进行业务报告,由于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敏,内政部长叶俊荣,教育部长吴茂坤接连英国去到中国大陆交流而传出争议,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今天提出临时提案,希望教育部全面清查。 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中嘉宾表示,教育部巡礼提醒各大专校院编续年度赴大陆地区计划,却被外界质疑是在清查学者赴录。 议划,他向来正面看待两岸国际学术交流,但重点在于中国对台湾的不友善,这些资料掌握到对岸手中,台湾很难分辨。 中嘉宾认为,与其爆料层出不穷,不如根据教育人员任用条例规定全面清查,以往都是公立大学自行审查。 教育部没有资料做全盘性掌握,因为政治圈污泥战,搞得大家好像都违反规定,与其如此不如大家自清。 中嘉宾建议,由于学术交流的太阳很多元,且过去各校标准不一,建议教育部 及过去各校准和博的学术交流太阳进行全面了解,以拟定相关配套或规范。 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吴思瑶也指出,两岸学术交流应该鼓励,但不要让老师因制度不明确而触法,若不全面清查,可能流于 选择性揭露,被拿来当作爆料操作的依据,这都不利学术发展,希望透过制度改正,让交流能够继续,并建立控管机制。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最后通过临时提案,鉴于大专校院教授附中国大陆兼职兼克衍生诸多争议,又因中国大陆掌握台湾的教授附录兼职兼克资料,为避免中。 国大陆利用所掌握资料操控,请教育部检讨各公立大专校院教育人原赴大陆地区从事学术交流审核规范,以作为未来规范依据,并于三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 编辑 张芷轩 李亨山 1070423